23年前,还在上学的张子怡被张艺谋看中,拍摄了电影《我的父亲母亲》一夜暴红,名声大噪。 可在拍摄完十面埋伏后,张艺谋和张子怡却逐渐疏远,对于两人忽然分开的举动,也引发了外界人士的好奇。 这究竟是张艺谋有了心宠,还是说张子怡做了什么事得罪了张艺谋,这才惨遭抛弃。 1988年,张子怡因为拍摄《我的父亲母亲》,各位是出道几巅峰,当时有不少人想要找张子怡拍戏,比如说著名的导演张继忠,就想让张子怡出演自己电视剧《笑江湖》,甚至为此开出了百万片酬,却被张艺谋劝阻,让她不要为了挣钱乱接戏去拍电视剧。 而张子怡也确实是听取了张艺谋的意见,自此过后的18年里,确实是没有拍摄过任何电视剧,也得亏了张艺谋的指导,张子怡后来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国际张这个地位。 但在2000年时,张子怡与张艺谋之间却发生了极大的冲突,在拿下国内的百花奖影后的张子怡,随着张艺谋参加了玻璃街的国际电影节。 上台前张艺谋对张子怡说,新人就不要和导演一起上台领奖了。 没曾想,张子怡却罔顾张艺谋的阻拦,执意一起上台领奖。 下台后,张艺谋自然对张子怡破口大骂,觉得张子怡将野心和欲望表现得太明显了。 但不可否认的是,即使张艺谋不喜欢张子怡表现过强的野心和欲望,但她依旧是张子怡的伯乐。 只不过张子怡和张艺谋之间,却并不仅仅只是伯乐与千里马这么简单。 据传张艺谋曾经对张子怡说,能让我产生灵感的人最重要,现在只有你能让我产生灵感。 可见当时的张子怡还充当了谬思女神这一角色。 并且那时初初忙碌的张子怡演技还很稚嫩,张艺谋为了不耽搁拍摄,许多时候还亲自指导张子怡演戏。 两人也经常会在酒店的房间内讨论剧本,不过在和张子怡交往过密的时候, 娱乐圈也逐渐传出了两人之间的绯闻。 这件事自然也传到了当时张艺谋的老婆陈廷耳中。 在拍摄《十面埋伏》时,张艺谋给张子怡在片场指导讲解兴奋时,张子怡似乎并不是很理解。 于是在晚上休息的时候,走到了张艺谋下榻的酒店房间虚心请教。 谁曾想,陈廷忽然会空降到酒店茶岗,剧本还没聊完,陈廷看着两人一个躺在床上,一个坐在一旁,立马就扇了张艺谋两巴掌。 不过对此张子怡后来出面解释,两人只不过是单纯的在看剧本,只是陈廷误会了,同时也觉得外界误解了张艺谋。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,张艺谋后续确实是和张子怡慢慢划情了界限,而离开张艺谋之后的张子怡,因为语意丰满了,发展倒是挺不错的。 只不过张子怡后来却没有坚持听从张艺谋的话,拍摄了电视剧,导致自己的光环碎了一地。 不得不说张艺谋看人的眼光真准,从巩丽到张子怡,董洁,周冬雨,无一不是风情万种,出道后大哄大子。 回过头看,如今张艺谋最心力捧的某女郎刘浩存。 5月20日,刘浩存获生日,张艺谋、朱雅文等人纷纷为她庆生,但因为朱雅文从刘浩存背后摟爆她的亲密举动,让不少人质疑,朱雅文有些出格了。 从画面上不难看出来,朱雅文从背后环绕抱着刘浩存,为她护着蛋糕上的蜡烛,而刘浩存却在擦拭泪水。 于是有人提出来,朱雅文这种行为算不算性骚扰。 要知道朱雅文是一个有家世的男人,此前对外也一直都是好男人爱老婆的情像,而且在场这么多男士都是规规矩矩的,就朱雅文一个人有这样的举动,也难怪会引起外界的非议。 但其实如果仔细看原视频的话,不难发现朱雅文和刘浩存两人看上去很亲密,实际上两人之间根本就没有碰到,只不过是图片的角度问题,这才造成这种误会。 再者说来,现场有这么多人在,大家穿得也严严实实的,应该并没有什么事情,性骚扰就更加不可能了。 至于说刘浩存落泪这件事,也是因为张艺谋的一番话。 在生日宴会上,张艺谋作为刘浩存的伯乐,自然发表了一番演讲,他表示自己当初在拍摄一秒钟的时候,可是在无数人中一眼就看中了他。 随后还提及,现场的人员都是刘浩存的榜样,希望大家能多多对他照顾。 从张艺谋的话中不难看出来,他究竟有多成爱这个新一任的谋女郎。 毫不夸张地说,对比张艺谋,张艺谋或许更偏爱刘浩存一些。 毕竟当初张艺谋也是被张艺谋来来回回看了几次,这才拍板决定让他出演女主角。 并且张艺谋在生日宴会上说的那些话,全都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关爱。 并且还嘱托其他的资深演员照顾刘浩存,也是为了刘浩存以后的发展道路更顺畅。 和当初破口大骂张子依野心行为,可谓是截然不同。 那么问题来了,这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,为何能得到张艺谋的偏爱呢? 据张艺谋所言,当初她并没有与刘浩存签约,让她回去等自己三年,不要曝光签约。 没曾想,刘浩存就真的这么等了三年。 我说你就等着啊,你啥也别乱演,保持你的一张白纸,然后等着我们迟早会找你。 这件事自然让张艺谋很感动,立马就让她拍摄了一秒钟。 而刘浩存在一秒钟的表现也确实是很惊人,无论是造型还是演技,都让人觉得那么的真实。 一个瓜巧听话,并且能吃苦耐劳演技不错的演员,也难怪她能得到张艺谋的看重。 那么对此,你又是怎么看的呢?